世诗记 大家还记得吗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众支派进入应许之地后 呼吁他们要忠于和神的立约 遵守律法书的诫命 如果他们这样做 就会让其他国家的百姓看到这是怎样的一位神 而世诗记是从约书亚离世讲起 基本上讲述的是以色列完全败坏的过程 世诗记的名字取自于以色列这个时期的领袖 在立君王之前 以色列支派由世诗统治 不要以为他们是审判官 其实他们是地区性的政治军事领袖 更接近部落组长的角色 读这卷书得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世诗记的内容令人非常不安 充满暴力 这卷书讲述的是悲剧故事 以色列人道德败坏 领导层腐败 变得几乎和迦南人没什么差别 但这个悲剧故事的目的是要引出将来的盼望 这一点可以从世诗记的结构看出来 下面来看看每一部分的具体内容 开头三章讲述以色列各支派进入应许之地 夺取各自的领土 虽然约书亚已经攻取了一些主要的迦南城镇 但仍有许多地方没能攻打下来 不少迦南人还在那里生活 第一章列出了一长串 以色列人没能赶出的迦南民族和城镇的名字 要知道驱赶迦南人的主要目的 就是避免受到他们败坏的道德影响 拒绝他们用孩童献祭的风俗 神呼召以色列做圣洁的子民 但他们没能做到 第二章讲述以色列人索性同迦南人住在一起 开始随从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 故事进入第二章 暂时停了下来 作者几乎用了整整一章 来概述这卷书主体部分将要发生的事 作者说 以色列这段时期的历史是一系列的恶性循环 以色列人随从迦南人犯罪得罪神 神就允许迦南人打败和压迫他们 然后以色列人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并悔改 神就在以色列当中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 士师将打败敌人 带来一段和平时期 然后以色列人再次犯罪 引发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下一部分的文学结构和情节就遵循着这样的循环 故事中有六位重要的士师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其中前三位士师是俄陀涅 以护和底波拉 他们的故事都很传奇 也极其血腥 有的士师凭一己之力战胜仇敌 也有的士师靠他的跟随者打败仇敌 拯救以色列民 接下来 作者用更长的篇幅 讲述了后三位士师的事迹 主要聚焦在几位士师的品格缺陷上 而且一个比一个糟糕 积淀一开始表现良好 他虽然懦弱胆小 但最终相信神能通过他拯救以色列 他率领三百人 手持火把和瓦瓶 打败了米店大军 但他的脾气很差 杀了一批没有在战役中帮助他的以色列同胞 然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 他用从战场上获取的金子制作了一个偶像 在他死后 所有以色列民都拜这个偶像 于是恶性循环又开始了 下一个重要的事师是耶夫他 他住在山上 过着类似于黑帮暴徒的生活 当以色列遭遇困苦的时候 众长老去见他 求他做首领 耶夫他是一个战功卓著的领袖 他多次打赢亚门人 但是他对以色列的神了解很少 他用敬奉迦南神明的方式去敬拜神 岂是说如果打圣仗 就会用自己的女儿献祭 这个悲剧让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神有什么品格 结果导致了很多凶杀和错误的敬拜方式 最后一位士师是参孙 他是目前为止最糟糕的士师 他原本大有前途 却完全无视以色列的神 他淫乱暴虐狂妄自大 他用野蛮的手段打赢了非力士人 却失去了自己的诚信 最终他在一场激烈的大屠杀中死去 顺便提一句 你会发现啊 士师纪的主体部分 有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 就是每到关键时刻 神的灵都会赐给某个士师能力 去完成伟大的拯救行动 神使用这些糟糕的人 并不意味着他认同 他们所有的行为和决定 神最先要做的是拯救自己的子民 但他能够使用的 只有这批败坏的领袖 因此他就通过他们做事 所有这些内容让人看到 以色列已经堕落到何种程度 甚至看不出他们和迦南人有什么差别 而这还只是领袖们的状况 最后一部分讲述以色列全体已经败坏到了极点 这部分讲了两个悲剧故事 可是读者要谨慎 在这当中有一个关键剧前后重复了四次 将这两个故事联系起来 这句话就是 在那些日子 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 其中一个故事 讲以色列人米加 建立了一座私人的神堂 供奉神像 却遭到弹芝派 一支私人军队的掠夺 他们偷走所有的东西 之后又到拉伊 放火烧了这座和平之城 杀死其中的所有居民 这个故事简直害人听闻 当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的神 强权就变成了公理 最后一个故事更是恐怖血腥 这场让人震惊的性虐待和强暴事件 引发了以色列的第一场内战 这件事让人非常忧虑 记载这些事件的目的是要警告人们 以色列陷入自我灭亡 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这位爱他们 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神 而现在以色列需要再一次被拯救 脱离自己的罪 故事中唯一能看到一丝希望的 是全书最后部分不断重复的句子 这也是这卷书的最后一句话 以色列中没有王 这位后面的书卷埋下了伏笔 接下来讲的是大卫王家族的起源 也就是路德纪和以色列王权的起源 也就是撒姆尔纪上 作为一场悲剧 世诗纪的价值在于 他对人类的处境进行了一次 发人深省的探索 并最终指明人类需要神赐下恩典 派一位王来拯救他的百姓 这就是世诗纪的经意